他那個埋葬其實他是有一個規則的 就是說同案的時候他同案的時候他會葬在同里面 郭慶先生就在這裡 然後我的父親他同案三個人應該就是在這一帶 就是石頭上面有磕的 我磕很難 所以看了其實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我把我的花給這個 那不好意思李慶龍先生我可以發問嗎 替大家發問一下 就是您父親雖然跟郭慶生同案 但是據稱不是這樣的一回事嗎 那是不是可以稍微介紹一下利用這個時間 然後待會我們就往回程走 慢慢往上走 沒有錯 我的父親在判決書裡面呢 是跟郭慶先生是同一張判決書 但是事實上他們彼此不認識 有很多案子呢 其實就是國民黨聽聽就說 反正也聽測在一起 那根據我跟郭慶夫人的聯繫 我父親從來也沒有到過他們家 在同案子當中呢 幾乎都到過他們家 郭慶先生是當時在雲林縣 叫貓兒竿的國城的校長 小陽街 在雲林縣的手上 從來也沒有到過他們家 在nen他家裡 錢 Manuel 在雲林縣的家裡 再次次相比 下輩子 好,那我們大家小心慢慢移動回到上面那個瓶地